第三千二百九十四集 一天之后 所有人都被迫接受了无疾鬼王 占领阴斯这个事实 虽然这结果让人无法接受 但好在丰都大帝只是去轮回了 一种阴兵鬼将虽然不晓得其中的原因 但既然丰都大帝遗留一定会回来 大家身心不移 于是各自都怀着复杂的心情 回到了所属的部门 继续着从前的工作 在这期间 锐冷玉去天子殿建了一次崔夫君 双方没说什么 其实说什么也不重要 锐冷玉主要是透露一个信号 自己暂时不会对阴斯进行改制 但崔天子要照告三姐 阴斯更换了主人 崔天子答应了 这算是一种交易 完成之后 锐冷玉回到了冥王大殿 这座阴斯最神秘的寺牙 阴斯王权的最核心的代表建筑 如今却空无一人了 阵里之前的守卫 以及风都大帝之前使唤的这些人 都被崔天子分配到了别的部门 本来锐冷玉也不会要 他虽然不害怕有人近距离谋害自己 但每天放一堆仇视自己的人在身边 也没什么意思 锐冷玉一个人走过灰篮和花园 这却承载了他太多记忆的地方 当年在这里作为弟子求学的那段经历 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想法就是改造这里 让这里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是他选择造反的动力之一 如今总算可以实施了 虽然有关须弥山诸神和人神观的事 在的内心深处宁成了一个疙瘩 但能够成为这里的主人 千百年的愿望已遭实现 这种感觉还是很爽的 他决定一定要守住这里 让自己成为这里永久的主人 站在花园里 他仰头望着天空 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老师 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很多很多 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尊敬 让我用他们来击败你吧 占领丰都城的第二天 瑞朗玉释放出一类神念 去遇了太阴山 然后浩浩荡荡的一支部队 从太阴山开了出来 这支部队只有三千人 全是太阴山的精锐 当年围城之战没有死掉的那些 由右军率领 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阴斯 一路遇到了阴斯 在外驻房的部队 都没有阻拦 阴斯几大元帅 虽然不用听从 崔甫军等人的命令 但消息传到他们那边之后 几大元帅 紧急串联见面 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不要轻举妄动 冯都城被无极鬼王占领 虽然一切剑制还在 但中枢被人控制 像一个巨人失去了大脑 身体在强壮 跟人打架 也是必输无疑的 虽然有点委屈求全 但也是为了保存实力 不浪费在所谓的消耗 于是眼看着太阴山大军开来 他们选择了退避 很多前线将士不理解 情绪非常大 而且这种情绪不断的积累 长期下去有滑边的危险 但在这时 几大军区都传来消息 让所有部队开拔 先往鬼域深处 找离出灵机充盈 山水环绕 一手难攻的地方 驻扎下来 开始建造一座军城 他们要重新建造一座城 用来驻防 维持军队的生命力 这样将来如果反攻 这里是根据地 如果退败 阴司里那些阴兵鬼家 也有地方可去 这是他们目前 唯一能做到的应对了 因为一路上没有阻拦 太阴山鬼兵顺流而下 两天到了丰都城 然后锐冷玉解除了 封都城原有的城防 把这三千人安顿下来 他们只有一个任务 守住封都城 让他彻底成为 太阴山的属地 至于那些职能部门和私牙 一切照旧 锐冷玉也下了死命令 让他们绝对不允许 干涉私牙的工作 不许跟他们打交道 起冲突 起初冲突还是有的 但在锐冷玉和几大王爷 共同的凹旋之下 表面的对立被压制下去了 彼此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锐冷玉开始命令手下 在封都城周围修建法阵 这一切都由右军负责 他开始把注意力 放在了人神观这件事上 在与右军商量讨论之后 锐冷玉的思维 有了一个明确的脉络 封都大帝转世去人间了 大概会像普通鬼魂一样 和孟婆汤 进轮回景 只有这样 才能抹去他身为 封都大帝的印记 藏身在茫茫人海 让人找不到 而且既然他说是完成结束 那必然是真正去做一个普通人 台之谜会让他忘记自己是谁 好好去体验人生疾苦 所以想要寻找他 等于是大海捞针 但他一定又有不同寻常的地方 八成是个修行天才 并且从小修行 有很深厚的基础 毕竟一切都跟法术界有关 封都大帝总不可能去做个老师 律师这样的与法术完全无关的职业 而且他需要机缘来觉醒 这机缘大概是在法术界 再说了 人间知道 一万生零 我们也只能从法术界来寻找 否则那真的跟大海捞针一样了 对于这件事 佑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瑞朗宇沉溺了办上说 我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他是人神官的人选 那现在不光是我们在找他 九天玄女也在找他 我相信他也不会是大海捞针 所以一定是有什么线索 能够帮助找到他 别忘了 须弥山众神 有改天换地的能力 他们一定会给出某种提示的 让九天玄女 找着提示去找人 有军想了一下说 可我们不知道提示啊 如果这提示很简单 可能九天玄女已经找到了人 我而言也不会坐在这儿了 所以 他们并未成功 我不知道这里出着什么问题 我想答案仍在须弥山 我想让你去一趟须弥山 佑军一口答应了 随即说道 如果九天玄女先找到他呢 那就杀了九天玄女 现在 然后两人悲催地发现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九天玄女是谁 九天玄女是华夏远古的神 他没有参加过诸神之战 之后数千年 有关三级的一切大事 他都没有直接参与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